這邊先問大家課本57頁 先問大家兩幾個簡單問題 請問你固體是不是一定會結晶? 碳會不會結晶? 容不容易結晶? 不容易嘛 剛剛講過了 固體材料一定要在嚴格的條件下才會結晶 一般的狀況下只會局部形成結晶 那鑽石是碳的鑽石結構結晶嘛 那因為它很難形成 要特殊的條件才會 通常就是高溫高壓啦 所以呢 很難形成所以價格就會昂貴 各位有聽過蘇聯鑽嗎? 蘇聯鑽就很便宜 為什麼?因為它是人造的對不對? 它是用人造方式形成的 所以就比較便宜 好那我就要考考大家 請問你蘇聯鑽要怎麼做? 鑽石怎麼來的? 高溫高壓 什麼地方有高溫高壓? 鑽石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 地底下是不是埋在很深的地方 是不是高溫 火山爆發嘛 那個地底 地心是高溫嘛對不對? 那除了高溫還有什麼? 高壓 因為上面壓了一堆土啊很重啊 所以是高壓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只要在實驗室裡創造一個高溫高壓的環境 就可以產生鑽石 那一個鑽石就叫蘇聯鑽 這樣可以嗎? 那要怎麼做? 碳 碳 對碳 我只要去抓一塊石墨來就好了嘛 石墨的碳原子隨便排對不對? 然後呢拿一個桶子 拿一個金屬桶 那高壓高溫的桶子 然後把這個鑽石 不是把這個碳放進去 石墨放進去對不對? 然後再把炸彈放進去 炸彈對 然後再把桶子封起來 然後讓炸彈爆炸 各位在爆炸的瞬間呢 這個容器裡是不是高溫高壓 聽懂的意思嗎? 爆炸完之後呢 再把桶子打開 再把碳拿出來 哇!鑽石 這樣聽懂嗎? 這個就是蘇聯鑽製造的方法 所以蘇聯鑽其實是用炸彈炸的 沒有錯 那這種做法呢 全世界大概只有蘇聯那種 很奇怪的國家的人才會想到 正常人其實是不會去想到這種方法 現在不是有人說把骨灰拿來做鑽石嗎? 一樣!高溫高壓 骨灰啊 蘇聯鑽早期在做的時候 是真的用炸彈炸 但它並不是真的把石墨跟炸彈放在一起 它實際上是用一個類似針筒的構造 Piston就是一個活塞 然後它是把碳放在容器裡面 然後在外面放炸彈 爆炸的時候那個活塞會硬擠進去 那蘇聯鑽的製造設備有很多 各位可以去網路上查一查 但是早期是這樣做 那後來呢 不一定非得要用炸彈炸 因為現在的設備越來越進步 你要用高溫高壓很容易 所以有人就拿骨灰有沒有 就拿骨頭 那骨頭其實也是碳啊 我不是一直講人就是碳嘛 然後把那個東西呢 用在 在那個機器裡面 然後用高溫高壓 它就會碳化 碳化之後會變 結晶的話就會變鑽石 是這樣來的 對是這樣做沒錯 反正就是碳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蘇聯鑽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那蘇聯鑽真的是做出大顆 我要說你要是想說 哇那太棒了 我拿那麼大顆的 那個烤肉的木炭這麼大塊 對不對 放進去炸 整顆都鑽石 各位你想太多了齁 你要讓整塊木炭變成鑽石 那個溫度跟壓力太高了 所以在工業上呢 比較便宜的蘇聯鑽呢 其實是粉而已 它是拿碳的粉 放到容器裡面去炸完之後 撈出來變成鑽石粉 這樣可以嗎 那聽到鑽石粉 各位可能又冷掉了一半 原來是粉 那粉要幹嘛 各位鑽石粉是很硬的東西 所以在工業上 可以拿它來做一些 拋光 研磨用的砂紙 知道在講什麼嗎 所以在工業上 這個鑽石粉是有用的 老師聽說 它的顏色很多種 是不是也是 剛才前面講的 是配出來的 蠻色的 白色的 嗯 其實那個就很難說 因為我這樣講 你基本上是用炸彈炸 你也很難炸到 剛剛那麼整齊的排列 難免 那個裡面有一些雜質 有一些雜質 不純嘛 不是純的碳 那再來就是 它可能原子也沒那麼整齊 所以不一定都會是透明 像鑽石那樣 所以天然的鑽石 你撈出來也不可能那麼整齊 可能裡面會有一些瑕疵 可能會有一些其他顏色 那都是因為有雜質的關係 好 課本57頁介紹 第一種 什麼叫做單晶 各位畫起來 叫Single Crystal 整塊固體都是結晶 就叫單晶 各位看這個圖 請你想像 每一個正方形都是一顆原子 所以各位告訴我 這一塊固體 是不是每一個原子都很整齊 每一顆原子都整齊的 這一塊固體 我們就把它叫單晶 譬如什麼 整塊的鑽石 人工成長的細晶圓 或生化加晶圓 各位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要強調晶圓 在後面再講 我馬上就講 所以這個就是單晶 整塊固體都是結晶 各位告訴我 這是容易還是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它的成本比較高 什麼叫做非晶 來畫起來 在課本應該翻過來吧 再翻 60頁 61頁 什麼叫非晶 畫起來 整塊固體都沒有結晶 原子亂七八糟 各位看這個圖 有沒有 全部的原子都亂七八糟 這種叫非晶 反正你就想像 買一個桶子在那裡 把彈珠丟進去 攪一攪 那彈珠亂七八糟的 對不對 那就是非晶 那什麼材料是非晶呢 譬如塑膠啊 玻璃啊 陶瓷啊 對不起陶瓷不是 主要是玻璃跟塑膠 是非晶 那比較有趣的是第三種 這一種東西呢 叫做多晶 來畫起來 整塊固體 只有局部區域形成結晶 各位看這個圖 這一塊有沒有很整齊 有啊 這一塊有沒有很整齊 也有啊 這一塊有沒有很整齊 也有啊 可是這整塊有沒有整齊 沒有 這樣聽懂嗎 所以叫局部區域 就是指這個區域是很整齊 那局部區域是多局部呢 各位畫起來 大概一百奈米 這個叫局部區域 各位一百奈米大概是病毒的大小對不對 一直提醒各位 多提醒幾次就記起來 就不會忘了對不對 所以各位告訴我那是大還是小 是小 是小 所以多晶的東西呢 大部分其實還是原始很亂的 那譬如什麼呢 科學家發現礦場裡挖出來的系 或是天然的物質 大自然的物質 大部分都是多晶 所以像鋼筋啊 水泥啊 陶瓷啊 這都是多晶 這樣聽懂嗎 各位這三種東西 跟人類的社會是非常像的 請問你操場上有一萬個學生 假設今天沒有人管他們 他們這一萬個學生是會排列成這樣 還是會排列成這樣 還是會排列成這樣 想好再講 一定不會是第一種對不對 你第一種一定要班長喊口令 你排了才會嘛對不對 會是最後這一種嗎 不會 小圈圈 對 對 人的團體都會搞小圈圈 所以一萬個學生你都不管他 一定有一群一群在那邊聊天 然後那一群一群就圍成一個圈圈 那個圈圈看起來很整齊 可是整個在台上看就是亂七八糟 所以大自然的東西跟人類的世界是很接近 它就是亂的 但是它是亂中有 SHIFT 所以大自然地底下挖出來的礦石 全部都是屬於中間那種飛金 欸對不起 多金 這樣可以嗎 好